今天就這個案子 我們就宣布結案 敦牧艦隊磐石艦群聚事件 終於結案 指揮中心對外宣布 除了36個確診者 另外有8個極可能病例 判定3月10號 出現第一個發病的人 經過疫調後 無法找到感染源 36元的確診者 現在只有4名 這還在醫院裡面 32名都已經出院了 整體的報告 經過我們的專家的一些研判 那我們大概有36名的確診個案 那有8名 8名的極可能的病例 最早發病 應該是我們判定 在3月4號 專家小組召集人張相淳指出 在艦上有4波傳染 第一個個案在3月10號發病 第二波在3月20號左右 第三波在4月初 最後4月15號下傳前後 也有一波 研判第一個個案 是在台灣本土感染 3月5號艦隊是離開我們的軍港 那所以是在差不多的潛伏期之后 在船上發病 經過在帛六裡面 做過一些相關的人的篩檢 一定不是他們傳給我們 那我們也沒有傳給他們 指揮中心表示 群聚事件僅止於磐石箭 相關的接觸者和自主管理對象 都有進行聯絡 確認沒有相關症狀 張相淳表示 整體群聚約有57%的確診者 嗅覺異常 研判病毒株來自東南亞 最早發病的個案 是後來進到集中檢疫所才確診 新唐人亞特電視胡宗漢黃燕林 同樣特別報導 空氣 typ 總酷